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昨天没有美股 应该讲今天清晨没有美股收盘 但是今年的全球股债市的下跌 使得金控今年整体国内外投资大亏 今天新闻已经出来到9月底 就今年前三季 国内金控国内外投资的曝险部位 高达35.8兆 就收进那么多保护的钱 就拿去做投资 买股票买债券 总共曝险部位有35.8兆 今年目前评价减损达到1.24兆 就是赔1.24兆了 这个创下史上最大亏损 而且有八成是受险金控 投资债券亏损所造成的 不过最近因为美债值率有下来 稍微使得受险机构应该稍微轻松一点 稍微压力没有那么大 应该讲轻松 应该讲说稍微压力没有那么大 到9月底为止金控海外投资曝险20.35兆 评价损失高达9056亿 那国内投资曝险15.45兆 评价损失3382亿 所以加起来1.24兆 这国内外投资亏损都双创史上最惨记录 那你会说他们投资股票有亏那么多吗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投资股票亏那么多 这个国内的投资部位怎么会亏到3000多亿呢 事实上因为他们也买了很多台湾的这个政府债 那这个政府债呢 今年殖利率也大升了 等于说这个部位呢也出现了亏损 另外呢 股市10月大跌嘛 那金融业没有逢低买进 反而是顺势杀出 今天新闻报导说呢 受险业减码国内外股市 整个10月达到900亿 光是台股就砍了500亿之多 银行股票部位也减持了157亿 如果加上产险券商自营部 整体金融业10月减码股市高达1090亿 那不是减在最低点吗 如果说本波段12629是最低点的话 那真的是砍到阿呆股吗 那截至到10月底受险持有台股部位 降到1.48兆 单月减少了1069亿 如果扣掉台股跌幅3.54% 所造成的自然减损 部位应该减少是564亿 也就是说受险减码大概 差不多有500亿左右了 另外受险业也大减国外股票 10月底呢只剩下4173亿 真的都怕到了 那债券部位来看 银行证券 银行还有证券商 自营部保险三大金融机构 合计减了超过一兆 将近一兆1000亿 哇这个真的是会砍到阿呆股吗 那么赶快来请教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 谢富旭总编辑 在我们节目现场 富旭你好 莫兄你好 听众没有大家好 10月大砍 结果呢谈2000点上来 美股其实10月份开始有大涨 那这真的是砍到阿呆股吗 非常有可能 而且刚好在10月份的时候 受险公司把好几千亿的 那个债券部位 移到所谓的AC 那AC你就不用 就不会影响尽职 但没想到 过去这一个月 债券大反弹 美债值利率从4.2 一直跌到现在3.8 你看价格回了多少 起码15% 10%左右 所以回很多 他脚不放在AC 让那个净值上升的更多 但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怎么讲 因为受险公司的投资 受到政府高度监管 公公婆婆非常的多 那投资人也很关心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 不像我们一般散户 其实有我们自由的地方 我们觉得现在是谷底 我们就我们只要不融资 然后控管好自己的资金 觉得是谷底 就大胆的买进 他们不行 你知道吗 还有会计上的一堆一堆规定 是 好 那当然最近金控在举行法说会 这礼拜有国泰金 富邦金 开发金 还有那个像是 那个张营 都是在台契营 都是在这个礼拜举行法说 不是只有金控银行 也有在举行法说 那今天最新的法说 就是富邦金说 他明年发出鼓励 说呢 他有1100亿的未分配盈余 可以分派 就是说这个未分配盈余 总共有3900亿 那扣掉特别盈余 攻击2740亿 所以1100亿可以分派 鼓励 那富旭你觉得 明年的整个金融业 他们的配息率 大概会是多少 要看个别公司 富邦金是相对比较没问题 因为我们的配息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你一个金控能不能配得出息 就是今年看你赚多少钱 但是你要扣掉 假如你要扣掉你的所谓的OCI 就是其他综合损益 就是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什么项目 我们只要说不管是受险公司或是银行 他们都有好大的部位投资在股票跟债券 虽然他们是长期投资 但是为什么会有庞大的其他损益 就是因为他们亏然账面上已经价格跌这么多 因为他们是长期投资 跟我们存股主一样 他们没有卖 没有卖就没有实现这个损失 所以这个损失就没有进入到损益表里面 他们进入到损益表是 我赚钱了利息收入 什么租金股利收入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损益表 但是这些庞大的股债部位 他们长期投资 他们并没有做停损 所以他们就不会放在损益表 但是规定要放在什么 放在其他这个其他综合损益这个项目 所以你假如其他综合损益 那个亏损负的负数很高的话 你按照我们现在的法规的配息 对金控股的配息限制 你赚了钱也要扣掉这个其他综合损益 OCI才能够配息 那一扣今年就没息可不 所以富邦金是 但是问题你还可以再加什么 可以加你历年来 你未分配的盈余 你也可以把它加回来 那也有一种说 还可以加一种叫做资本公积 就是你以前发行股票 或是现金增资 那个不是美股免得10元吗 对 你假如50元发行 你就有资本公积 但是金控很少配资本公积 那就等于吃老本 很不得意的时候才会费资本公积 所以主要看还是未分配盈余 所以你假如说我们来观察金控的配息能力 你假如未分配盈余 大于你的我刚才讲的其他综合损益 那你今年又有赚钱的话 应该配息能力没问题 那我们就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分析架构 刚才沐花兄你讲到富邦金 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未分配盈余加资本公积 有5500亿 但是他的OCI是负的 我目前的资料是2Q 因为3Q今天才刚公布 我来不及更新 是-3500亿 所以还是一个5000多亿的赠数 3500多亿的负数 还是正的 而且富邦金到前10月还赚700多亿 配息能力没问题 还是可以配得出一顿 但是应该肯定没有过去几年好了 但我自己估计应该有一块五到两块之间 还有可能到两块 我自己在估计 大家仅供参考 那国泰金就比较危险了 国泰金 而且这是第三季的最新的数字 国泰金到第三季 他的OCI 我刚才的OCI 其他综合损益 是负的6100亿 这么多 比富邦金多 虽然他今年前10月赚5700亿 但是问题是说 他的未分配盈余 只有2500亿 然后即使加上资本公积 1700亿 这两个加起来也不过4300亿 所以一个是负的6100亿 一个是正的4300亿 还是负的 那他今年赚多少呢 今年前10月是赚570亿 再加上去4307加570亿 也不到6000亿 对啊 那也是配不出来 除非今年是怎样 当然了11月份 股在大幅访谈 他可能为所谓的OCI 会回来个几百亿 假如12月又大反弹 又回来个几百亿 但是我估计 也不够回来个1000多亿 勉强 勉强几一点 回来个1000多亿 你的OCI 到年底也可能要付5000亿 所以配息的能力 是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公司在法说会 他是两 大概周三的时候 也是礼拜开法说会 他对于配息 他就比较没有把握 他只能说 I try my best 我尽力 那你估计呢 他可以配多少 你估计他可以配多少 我估计他 5毛钱 我估计他配不出来 5毛到1块 没有 配不出来 是吗 我估计他配 我在第三 我在第二季财报的时候 估计他可以配5毛钱到1块 但是现在 我也没有把握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马木华 刚傅旭在谈到 就是说金控明年配息的可能性 说要拿这个资本攻击 不过我看到 这个媒体报道 是说金管会是有点意见 因为之前 其实国泰金 有提出这样子的要求 中信金法说会 都透露说 不排除用资本攻击 还有盈余攻击来配发股利 最主要就是刚刚傅旭所讲的 因为他们的OCI向下 亏损太多 所以说他们 如果以今年的本业赚的钱 是不可能发股息了 如果你不去动用到 未分配盈余 是没办法了 那即使像国泰金 你刚分析 即使动用未分配盈余 也不够 也不够补 所以要拿资本攻击 结果金管会 看起来态度是保留 因为资本攻击 等于说是股东权益的部分 等于是股东的老本 法定于攻击讲的是 过去金控赚的钱 放在帐上的钱 他没有配出去 那你配出去 比较没有话讲 但是资本攻击 其实是就是股东的钱 又是股东去认的 所以说拿资本攻击 看起来金管会 应该是不同意的 对 就好像是 我们很多所谓的 配息息 高收益债 拿本金配给股东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 吃老本的意思 所以我说资本攻击 能不能配 其实争议都很大 真的要看金管会 那为分配盈余是可以吗 对 就讲得通 所以我们在这样分析的话 其实像大家很喜欢的 玉山金 我觉得他的配息 明年配息 大家也要保守看待 为什么 因为玉山金 你知道吗 他的那个 虽然他的OCI是不多 负的120几亿 但是你知道吗 他的未分配盈余 他的未分配盈余 也才111亿 对 因为他每一年配息 包括配股都蛮大方的 我爸可能有一些原因 所以我觉得他的配息 我想顶多就是 大概也是零点几 这个也不容太过乐观 我觉得最乐观的是 元大金 因为元大金 他前十月赚200多亿 但是他的未分配盈余 跟未分配盈余 就有720亿 他的OCI负项也不高 200多亿而已 因为他的元大人寿 是新公司 所以说他今年赚的钱 就够OCI 所以就没问题 但是针对这个配息 我是就这样看 就是说毕竟我们 假如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我们也不要对一年的配息 譬如说没有配 或是变很少 太诈意 怎么讲 因为怎么讲 国泰金 以国泰金来讲 最危险的 配息人力最危险的 其实他的配息记录相当好 你可以看这过去10年来 他配息相当稳健 ROE也相当好 其实获利表现是相当好 今年真的是挑战太大了 这个就像说一个好学生 他平常考试都在前三名 都考90分 但是就是有一次月考 他拉肚子 突然考了50分不及格 那你作为你的父亲 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说要把这个 这个这样 因为一次成绩 然后你要把这个儿子 逐出家门吗 需要这样做吗 我是觉得不用这么 而且怎么讲 再者说 今年资本市场 产生这么大的变动 但是明年可能回复正常 之后 他那个所谓的OCI 他可能会回冲回转 对 像最近这一个月 就开始大幅的回转了 你知道吗 大幅的回冲回来 那明年搞不好会冲更多 因为大家对美国 明年的那个 因为美国升旗 也毕竟也到一个尾声了 那通货膨胀也慢慢得到控制 那或许 那个债券市场 会有所回升 所以他或许明年配不出股息 但是那个明年的 那个OCI的损失的回转 搞不好后年配更多 所以我是觉得 用这个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对于金融股的配息 我觉得长期投资人 那个不免就是说 那个不妨 宽容一点 再者说 那个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个国泰金付邦金 他们也受到惩罚了 所谓什么惩罚 股价大跌 很惨 投资人受到更大惩罚 对 投资人才衰了 对 那就 那假如说你那个 我觉得摊贫 或是你空手 你或许那个明年产生的资本利的 也应该会 预期会不错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假如就事论是以投资 投资并且是实战 你可以用 用这样做思考 也不要配惜 能力太被吓到 我是听说 蔡宏图的大儿子 蔡宗翰要来接班国泰人寿了 听说已经 儿子要进来 因为蔡宏图去国泰金共当董事长 说这几年 其实国泰人寿 蔡宏图就比较没有在管 据说应该明年 蔡宗翰应该就会来接国寿了 就开始要接班 应该不会一下当董事长吧 就慢慢要接班了 国寿 我听他们里面的人讲说 其实蔡宏图非常 如果是在国寿里面 长政的话 其实是很有power 你说他儿子是不是 蔡宏图 以前他说蔡宏图 他们说 董事长只要到我们什么分点 一来站台 那个保单就是几亿几亿这样进来 是 看起来这个儿子要接班老爸 看起来可不可以把老爸气势带进来 把国泰人设把他再跟上来一波 不然这今年真的就你刚刚所讲的 确实股价跌到这样子 投资人也是受伤很重 好那最后这个金融股到底要怎么存 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吧 就我想很多还是在存金融股 我看到那个定时定额的扣款人数 金融股金融股还是居钱 大家还是喜欢金融股 对对对 那这次经过这次考验了 我们就知道说也不能那个金融股 我们真的是要看他的底气 不要只看EPS 也要看的底气 所谓底气就是说 未分配云余多不多 那资本公积 当然你也要做一下参考 不要都只看说 这家金扣每年都赚一块五两块三块 那你就 我就觉得要比较多方深入的考量 因为有时候金融市场 那个变化太大 照你来看的话 2885应该是最好嘛 对不对 元大金 元大金 现在目前股价22块附近 明年假设说配个配息一块钱的话 现实率也差不多 而且你看元大金的股价 最近还蛮强的 我觉得他有可能 他的股价会跟中信金 以及玉山金黄金交叉 你知道吗 他今年其实本来远远落后于 玉山金跟中信金 但是我预估他元大金明的配息 搞不好会超越中信金 跟玉山金很多 给大家参考 非常谢谢傅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